逆转 二媳冲冷水喷沙虫记 虐死97岁公公 无罪改判15年 二媳妇齐亚韩 连续虐待97岁的公公两天 害公公丧命 原本一审认为她 犯案时有精神障碍 判她无罪 现在二审逆转改判她 案件发生在前年底 当时齐亚韩在客厅 要看护带公公回房间午睡 但公公拒绝 妻女因此暴怒 强托着公公进浴室 用冷水猛冲她 公公挣扎跌倒撞到头 妻女还用脚踩住公公的胸部 阻止她起身逃跑 甚至拿冷冻的鸡肉鱼肉 想臭死公公 接着拿杀虫剂朝浴室喷 贪户想制止 却遭妻女后斥 她就这样把公公留在浴室 外出吃晚餐 隔天公公又不停指示如策 妻女再次把她拉到浴室施虐 然后离开做自己的事 过一阵子外拥才发现 老翁已经死亡 法院审理时 妻女表示 案发当时自己精神疾病发作 事后感到相当后悔愧疚 妻女的丈夫也帮她求情 而一审认定 妻女犯案时 确实受精神障碍影响 不能辨识行为违法 因此判她无罪 得监护五年 但现在二审逆转 参考精神鉴定 认为妻女虐待公公时 是有辨识能力的 以杀人罪 该判她十五年徒刑 动新闻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